我手里拿着个扇子一会儿展开一会儿合上 我在想个事儿想不明白 有人说四十而不活 五十都知天命了 我都七十了 我脑袋一脑袋降火 有人说中国不是有巨量资产在美国吗 中国不是在美国集中招户上存了好多钱吗 美国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的嘴脸不是已经暴露无遗了吗 他不是有可能没收吗 所以啊中国很多有识之士 包括很多著名经济学家 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于永定先生 关于经济问题 我看永定先生东西看的比较多 大家都主张 美国的国债啊 中国沉淀在海外的一些资产能收就收 我一说到这儿有人就说 那你美国小房子 你别谈我们家的小房子 那不算个事儿 中国在海外沉淀两万亿美元的资产 这事怎么办呢 有人出了个主意 他说我们要加大金融开放的力度 我们要引进更多的外资 这样美国就有足够的资产在中国 这话也没错 我们当然要引进更多的外资 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有利 但是他的论证比较多 他说如果美国没收中国在美的财产 中国就可以同样没收美国在华的财产 所以啊 当前情况下 更大力度开放金融 引进美元外资 我们就可以更大胆 更彻底 你说说这话的人是脑子乱呢 还是屁股歪呢 这种事情想不明白吗 我想不明白 因为说这话的人很有身份 所以我脑子就更乱了 咱们奔想啊 先说开放金融引进外资 然后形成的美国在华资产 本质上是什么 是不是把中国的这些资产和权利 无偿的送给美国 打个比方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难道你当时把东三省 按照胡适先生说法送给日本 按照美国人现在呢 师的大开口 你把台湾岛子送给日本 就可以迫使日本人放弃 对中国的领土野心 就可以堵住美国人的嘴吗 其次美国的所谓在华资产 它不但是一种权利 而且是有权利 前一个权利是力量的力 后一个权利 胜利的力 两个权利不是一个意思 美国在华资产 从某一个角度看 它是让渡了中国一部分货币主权 让渡了一部分的中国经济主权 让渡了一部分的中国金融主权 乃至市场主权的结果 这事您同意不同意 可以商量啊 我看中国社会科学金融所的一个专家 他这么说 那既然如此 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细化的话 美国在华资产是不是不太一样啊 有的是金融资本对中国国有银行的参股 例如工商银行 当年呢 当然我们为了引进国际战略投资的形式 奉送给美国的 股份制改革原始股以大大低于市场的价格 出售给华尔街金融寡头了 人家并不血润就从中国的大型公有银行当中利润分红 小沈阳他给他奶奶上坟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第二类是华尔街金融寡头利用中国金融开放经济开放的政策 在中国办银行其他金融机构投资存款结算支付等货币业务 这边就内容形式就虎花八门了 证券股票期货 理财信托基金保险再保险虚拟货币 房地产等等等等 请问这是单纯的业务吗 你从货币学的角度来看 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的首期经济学家纽文新认为 这是人民币流通控制权呀 知道吗 美国凭劲对人民币流通的控制权 在各地招商引资政策之下 他当然想形成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影响权力 同时积累控制大量的财富 人家在这儿既能够制约你控制你同时 又获得了巨量的财富 这用不着遮遮掩掩了 这本来就是事实 是吧 第三个是华尔街在华开办的银行金融机构 在中国的这个内外贸易当中 也有大量的人民币结算 还有支付业务 还有就是金融业房地产业互联网 三个主要领域当中的金融资本 买办金融资本 其他的我们就不说了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越说越复杂 但是主要的意思很明确 某些资本的势力 赞美的资产是中国人民的劳动价值 因为害怕中国的追讨 转移到美国形成赞美资产 这些资产是不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也就是说 美国的在华资产 和中国人民的在美资产一样 都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中国人民既有权利收回 美国的在华资产 也有权利收回 在美资产 这话听着有点绕是不是 很简单 就是说你不能用中国人在美的资产 和美国人在华资产 然后做一个交换 不交换 都是中国的 都必须收付 没有交换的道理 美国的在华资产和中国的在美资产区别 那有没有有啊 当然去比有啊 区别就在于中国人民如果收回美国的在华资产权利操作起来相对容易些 但是你要想收回中国在美的资产操作起来就难得多了 美国人把他拍卖了 你怎么办 美国人就不还了 你怎么办 美国金融资本的在华资产是实质性的 多是货币的权利和权利 而中国的在美资产 那不是表现各种金融资产吗 就理财呀信托国债呀 什么股票期货保险再保险虚拟货币房地产之类 这件事说到底是金融斗争的主动权 要不要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上 我记得有一个领导 举着一个手指头说话特别慢 说我们国债美国买了美国那么多的国债 我们相信美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但是美国说话算数吗 阿富汗那几十亿美元 阿富汗穷到什么程度了 穷得差不多 史前国家 美国人扣着几十亿就不给 俄罗斯海外资产 美国人全扣下 美国人不算数怎么办 中国沉淀在海外的两万亿资产怎么办 我最近读红军先生的文章 我就是他说的有点道理 他至少认为 你害怕美国人不还你钱 你叫美国人在中国赚更多的钱 以其实现对冲的这个想法 突洋突生破相当幼稚 现在美国的产业资本被金融资本控制 而且中美两国政府都欠了金融资本巨量的债务 所以金融资本一家独大 得渔蒙之力 金融资本更加牢固的控制这个世界 所以红军先生发出警告 说千万不能让华尔街资本控制了中国的工业产业 三成全会强调我们的产业链要打造坚韧的安全的产业链 看见没有 落脚点在这儿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金明斯巴南 再见